大家好,欢迎回到华宝研究室 今天为各位带来的主题是 专业转型升级之道 欢迎孙玲云讲师 孙玲云 IAFC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资深会员 好,那我们呢,为什么要转型 在我们的团队呢 我们目前大概有将近500个人 完成了RFC这张证照 好,那转型的目的呢 最主要是我们希望带我们的团队 回归到保险业务员该做的事情 那我们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呢 大家觉得我们的工作在做什么 好,那其实呢,我们的工作啊 最主要呢,我们是在陪伴客户 并协助客户去完成他的人生难除 那我们来想一想 我用黄金圈理论来跟大家分享 财务顾问跟一般业务员有什么差异 那一般业务员呢 喜欢做商品销售 为什么喜欢做商品销售 因为快速,快速可以成交 可是呢,我们必须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客户的问题 我们不断的不断的每年要去找客户 可是呢,身为一个财务顾问是不一样的 你需要呢,带着客户去看他的人生难途 那每一个客户呢 在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有五件事情非常重要 也正是五个财务目标 知道哪五个财务目标吗 第一个就是医疗保障 然后呢,家庭保障 子女教育 还有财富自由跟资产传承 这五件事情对每一个客户来讲都非常重要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透过需求分析 去了解客户的需求 然后呢,我们要去检视客户以备的 那接着呢,我们找到客户的缺口啦 那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客户去了解 怎么样用什么样的规划 解决他人生的问题 最后一个,我们该做什么 那我们呢,必须了解客户的需求之后 我们呢,必须要提供客户一个专属的报告书 也就是一个提案报告书 代表我们的专业 那有了这个报告书之后呢 那我们会看客户现有的资源 现有的资源包含什么 包含资产,包含现金流 那我们呢,会协助客户一一的去 慢慢的完成他们的财务目标 那财务目标这件事情会一次就到位吗 不会的 所以呢,只要你愿意做这件事情 你将会有源源不断的转客户名单 好,那我们来想 为什么要转型 因为历世代 那历世代呢,我们来想一想 我相信在座很多团队 都来了很多八年级生,九年级生 那大家知道吗 八年级生跟九年级生 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他们呢,不喜欢很枯燥的学习 他们没耐性 他们呢,不喜欢有太大的压力 但是他们喜欢什么呢 他们非常喜欢新鲜的事 喜欢有成就感 所以请你不要跟八年级生说 你要有梦想 你要有20年,10年后你的计划是什么 请不要跟他谈这么长远 他们在乎的就是当下的成就感 科技带给历世代什么样的改变呢 大量的科技呢 让历世代的一只手机就可以解决 他所有想要就是了解的问题 所以快不快,非常的快 所以呢,我们就针对这个历世代 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状况 明明就在同一个屋子 要吃个晚餐 他传LINE告诉你说 妈,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所以你发现历世代的人很习惯用科技 造就了他们非常强的学习力 也造就了他们的网路跟科技的运用 非常的快速 但是呢,也造就了他们在人际关系 是有点薄弱的 那如何呢,让历世代人喜欢保险 那我们可以呢,找到他们的专长 他们就是喜欢网路 那财务规划师这条路需要很多科技网路的运用 好,所以找到他们喜欢的事情 那我们呢,不要要求他去拨拨这个人际关系 先不要,我们先找出他喜欢做的事情 让他们的专业 让客户看到他们不一样的差异化 那我们透过呢,今世代的一个影响力 我们来翻转旧世代的老化 好,想一想历世代有什么强项 历世代的强项呢 来看看跟财务规划师有什么样的一个连结 财务规划师最重要的两件事情要做需求分析 第二件事情呢,他必须做报告书 那历世代的人非常会用简报 所以呢,在我们在培训财务规划师呢 我们需要他们做一份非常精美的简报 那提供一个非常专业的报告书给客户 所以他们非常喜欢 好,那从为什么开始出发 那财务顾问转型会让你看到 你的专业的展现,你会跟一般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你会让你的客户看到,你会有不一样的差异化 你会从商品推销走上个人的品牌 你会有源源不断的组客户名单哦 因为我再次的跟大家分享 需求不会一次到位 需求是需要透过一次一次的检视才会慢慢的完成 最后呢,你会让你的团队呢 你的系统是可以复制的 不再是魅力销售,而是可以复制的 以上,那我们现在要来分享十座啦 十座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也带了很多干货给大家 这是我们的保二代,也是我们的历世代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说,保二代太好了 有父母的资源,大家觉得容易吗 一个保二代啊,跟父母相差几岁 将近30岁啊,你要去想父母的客群啊 这么年长,一个保二代如何去承接 如何让这些年长的客户是可以相信他 可以信任他的 所以呢,在四年前加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呢 我为他设立的一个目标就是财务顾问 所以呢,这四年的过程当中 他去考了非常多的财务证照 还有包含两张的经纪人国家证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拿到RFC这张证照 其实他只是一个入门 那入门呢,是我们成为财务规划师 该有的门票 那你要需要的是不断的系统化学习 系统化学习呢,它是缓慢的 它不会快速 那我们用这个个案来跟大家分享 透过两年的时间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维持IDA不是问题 大概每一年啊,都可以达到 大概100多泡的IDA 但是在第三年就不一样了 第三年呢,他就可以完成了 2.4倍的IDA 但是在今年呢 他的速度更快了 非常好的资源 那我们呢,会安排呢 实战的教练 这个是我考到证照 一直最想推动的 如何把证照实战 好,那我们会邀请有实战的教练来陪我们一整年 那在这一整年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还会有教练团来指导我们做个案分享 那做这个个案呢 当然呢,需求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我们会把需求分析呢 导入数位化 导入数位化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呢 其实在整个完整的一整年的培训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学费是要高达10万块的 但是呢,我们所有的费用呢 全部都是由公司支付 好,那我们来看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呢 八年级生呢 他可以找到自己的成就感之外 相信我们呢 很多资深同仁 像我们这个团队 他的年资大概有将近20年 可是透过转型 让他们呢 不再是只是想说 等待退休 财富自由 而是可以看到他们的价值 他们可以再次的协助客户去完成 他们的退休规划 完成呢 他们的资产传承 那我刚刚讲了 我们呢 非常重的是实作输出 所以呢 在这一整年的当中 你要拿到很多个案的实作 好,你要做报告 所以我们都会在饭店举行 这样的高规格的培训 好 那这次呢 我们呢 在整个 我刚刚分享过的 我们为期一整年的培训计划 那整个学费是高达10万块钱的 好 那我来分享了 很多人都会说 那财务顾问该怎么转型 我要跟大家分享 财务顾问转型 最快的方法就是保单中年服务 你们有做保单中年服务的举手 让我知道一下 保单中年服务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透过保单中年服务 让客户再一次的认识我们 让客户知道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 我们透过5分钟的时间跟客户分享 我们的工作可以为他做什么 我们的工作呢 就是协助他去完成人生5个财务目标 从医疗保障到资产传承 所以呢 我们协助客户呢 去设定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呢 跟着客户一起去排序他的目标 再来呢 我们要去检视客户现有的资源 那检视客户现有资源包含什么啦 包含他的资产现金流 我们要善待我们赚的钱 投入投资跟财富管理 创造源源不断的退休现金流 所以呢 我们有了客户的这些资源之后呢 我们要帮客户进行需求分析 那进行需求分析呢 我们才会有提案报告输出来 那我们要陪着客户呢 一起去执行 每一年呢 我们要检视这个达成率 好 所以为什么成为财务顾问 你会有源源不断的准客户名单 是因为你每年都要陪伴客户 一起做财务目标的检视 那经过了这一整年的培训之后呢 我们的财务顾问呢 他都会拥有一个 就是制作财务报告书的专业能力 那他们呢 都可以拥有制作一个最高的 就是70页的财务报告书 但是呢 并不是每个客户 都需要这么多页的报告书 好 那我们会依据客户的属性 从10页到70页不等 那依据客户的需求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报告书 跟我们过去所学报告书不太一样 那其实呢 很多人在销售 可能会带了一本厚厚的经验书 但是现在世代已经是不一样了 你必须跟上科技 所以呢 我们已经超前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呢 他透过报告书来取代建议书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透过图像化 表格化 视觉化 色彩化 让客户呢 植入他的脑袋 让客户更明白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透过这个报告书呢 我们也让客户看到我们的成长 我们具备一个专业的提案能力 那最近呢 在这一两年下来呢 有很多个案 只要呢 我们接了一个case的家庭的这个财务报告书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个个案就可以完成idea的目标 所以大家要不要朝财务估迈进 要不要 一键就可以让你达到 一个家庭的个案 就可以让你完成idea的目标 好 那这以上呢 是我们的实作的一个整个现况 好 最后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呆着团队 迈向财务规划师这条路 我觉得是骄傲的 也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件事情 我看着八年级生的父母 对他们的肯定 然后呢 看着他们热爱这个工作 所以呢 对于推动财务规划师这条路 我非常的开心 那我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商品销售 当然它可以让你快速成交 但是它是一种瞬间过程的结果 那财务规划师这条路是缓慢的 那对于团队成员的规划 我的想法是 我希望带着我的团队 成为一个财务顾问 看到呢 客户的人生 那点出呢 很重要 但是有可能客户是忽略的事情 好 那我们呢 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学习 没有放弃 我们倾听客户的声音 那我们呢 确认客户的需求 我们透过客户现有的资源 不断地帮客户调整 他们现有的 该有的规划 好 那财务规划这条路呢 就是坚持了非常多年 那很多人呢 上了课程之后呢 他会选择放弃 那我问他 为什么要放弃 因为他会告诉我说 副总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还要算需求分析 我直接商品拿出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做那么复杂的事情 但是呢 我想要跟在座分享 这条路呢 我坚持了三年 做了175份报告书 平均呢 几天做一份报告书 7天就要做一份报告书 那客户给我们的缓宽是什么呢 在你身上 我看到很不一样 因为我看到你在成长 我看到呢 你不像一般业务员 你不像业务员这样推销 所以呢 我们让客户呢 看到我们的价值 那我们的工作呢 我们带着客户去看到他 未来的人生 那不管是呢 照顾所爱 或者是呢 提早完成财务的自由 我想我们呢 都透过一个财务规划的提案 让客户呢 看到实现梦想的可能性 所以呢 在座的财务顾问们 财务顾问这条路啊 需要同理心跟坚持 那我想 你在乎客户在乎的事情 并坚持呢 去做对的事情 你就会成功 谢谢大家 以上是本周的华宝研究室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追踪我们的社群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